對 道歉 道歉是一門遺書 對 有時候尤其是夫妻 夫妻很難不吵架 真的 先道歉的那一個人 通常會被人說我輸了或什麼 可是有時候其實先道歉是一種 以退為敬 沒錯 對 如果道歉的話 看起來很難不吵架 先道歉的那一個人 通常會被人說我輸了或什麼 可是要拉得下你 對 有時候道歉並不代表輸了或什麼 只是我更重視這段關係 或是不想再煩了 也是有可能 對啊 這有一個停損點 先停住 不然炒沒完 對 尤其是講到錢這個部分 炒價是真的很爽感 這個會少的 對不對 其實我跟我老公是 財務是分開來的 我賺我的是我的 他賺的也是我的這樣子 那這樣有分開嗎 這樣沒有分開嗎 沒有 但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買了一個房子 那房子其實是他付的 但是他就覺得說 我們夫妻應該互相要盡一份心 他就說你最近不要亂花錢 結果好死不死 那個時候剛好我一個朋友 他要 就是他有期用 所以他就要賣他那個 Hermes的包 加那個Hermes包 這理由太厲害了 10萬對不對 可是他賣我20萬 而且是新的 妳要不要買 買 妳要幫他 妳看什麼時候女的 每個都要 太划算了吧 重點是 不買對不起自己 真的 而且對不起你的好朋友 他真的需要錢 可是是真品 而且又可以幫他 是真的... 然後我就想說 妳怎麼知道是真的 是真的 妳怎麼知道是真的 因為他都是買真貨 算這不是重點好不好 然後我就買回去 我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他只是說 我最近不要亂花錢 我就先藏起來 因為藏起來 他以後再拿出來就好啦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們剛搬新家 那個房子很大 我就把它藏在一個 衣櫃的一個深處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搬進去 我後就開始坐在那邊看電視 有一天他就說 他就從房間裡面走出來 他說 Honey 他說你看 你看我找到了一個包 這應該是上一個屋主留下來的 妳是住凶宅喔 上一個屋主 不是 因為我們上個屋主 是一個大老闆 然後那個他老婆也很喜歡買包 所以他以為那個屋主 妳將近就近是不是 不是... 然後因為他很開心 然後我今天想說死定了 我想說那個包被他找到 然後他就說你看這樣 那我們應該還他還是 我們就拿起來 他在自己那邊想 然後我想說算了 我還是跟他講好了 我就說其實那個包是我買的 他就說你買Harmus的包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我說因為我要幫我朋友 他說我不是跟你講說 最近不要亂花錢嗎 我說可是那是我的錢 然後他說可是這個房子 對 我們就開始吵起來了 因為就一句一句 一句來就去 對 然後就吵得很兇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是在幫朋友 這個理由很正當吧 幫朋友 這個是盡量合理化 對 有點像 對 結果吵到後來 因為我就不想跟他講話 因為我也吵不過他 英文也沒那麼好 後來就是過了 你們發發叫 最後一句 結果過了幾天 他就突然就問我說 你買那個包多少錢 我說我跟你講很便宜 20而已 因為原價是50 然後他就默默走掉 我想說這是哪一招 然後結果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 他就在我床頭旁邊 放了一個信封套 然後一個小卡片 他就說這個 我一打開來 裡面是20萬 他說這個 就當是送給你的禮物 對 這太盪了 就是他就是 等於是跟我道歉的這樣 還要拿錢 對啊 就是他也沒講 他就說這個就是送你的禮物 對 老外在 那你有沒有覺得說 那個時候應該說30萬 對 後悔少了10萬 他老公算是滿好的 他算是很模型 對 他很貼心 他很貼心 對 都想嫁外國人 對 佩儀 像我老公是因為我 那時候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發覺他常常有記帳的習慣 當然我也覺得 談戀愛的時候會覺得 看到對方都是很好 然後我從小就沒有記帳 因為我花錢沒一個數 然後結了婚以後 他還是每個月 因為他是 我賺的是我的 他賺的 就是他要給我一些生活費 我要買什麼都是他會給我 他都會記帳 記在他電腦裡面 他常常有的時候沒事 就我今年給你多少了 然後過一陣子就說 我一共認識你到現在 我花在你身上多少了 然後我就很不爽你知道 我就一直忍 一直忍 然後有一次 他又跟我講 你知道老婆 你知不知道我在你身上 會花多少錢 我說你一定要每年 這樣跟我報備嗎 我說男人 養家本來就應該的 而且追女朋友買什麼買什麼 這都應該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是這樣記的話 是不是有一天 我要跟你離婚的時候 你要總偷偷要我還給你 我會害怕 他說不是不是 因為我從小就有記帳 我要知道我哪一方面 花在比較多 他說他要知道他的錢 怎麼分配的 後來我說可是聽在我的耳裡 好像覺得說 我花了你多少錢 我說你買西裝 每一年過年 我回去買給你爸爸媽媽的禮物 還有兒子的補習費 所有哈啪啪 都是你會給我的錢 要算大家來算 對 我說我通通沒有一樣寄的 包括你買電腦 你買手機 我通通沒有寄 我說這樣是不是 從現在開始我也要來寄 然後真的來 看說你到底給我多少 他就不敢講話 我說什麼好 我就說做人不要那麼累 我說你應該是努力去賺大錢 你看你頭髮都白了 就是因為記這些小事 不要記賺小錢 對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這樣跟他說 我說以後 如果你敢在我面前 再唸的話 你跟我試試看 我知道 我就這樣講 我說我不喜歡聽到這個 對 我說我不喜歡聽這個 後來從那次以後 我老公就都沒有再唸 就是那個唸 然後他到最後跟我講 老婆我真的不是要跟你 離婚的時候算 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只是我個人的習慣 對 就是你也都花在家人身上 還是他家人身上對不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一個數 對 你問我錢花哪一句 沒有上限 大欠 我就不知道 他下次如果再提你就說 真的 可是問題是 我青春轉不回來了 可是就是有的時候 我比方說 偶爾 假如說結婚 結婚紀念日 我去看一個什麼東西 我說我就看好了 他們說你要不要問你先生 我說不用 家裡我說就算 我就一通電話 好 沒有上限制 沒有上限制 天啊 對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女皇婦 對啊 不知道我幹嘛夾她 應該的 對 像我跟我老婆 像我也是會記帳的人 我婚前會記帳 可是婚會就沒辦法記帳 你看起來就滿祭舊的 婚會就沒辦法 婚會就沒辦法 感覺小家敗氣 沒有 婚會就沒辦法記帳 因為不是我花 因為我老婆有花 所以我記到後面我都懶得記的 像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們同學畢業之後 有些人發展得好 有些人發展沒有很好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開貨車的 開貨運那種的 我當藝人之後 他有一次打算要給我 要跟我借錢 他要跟我借12萬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弟也認識 我說那我跟我弟一人一半好了 我說那你打給我弟 跟我弟要6萬 那我這6萬先借你 然後就因為這件事 然後我弟就打電話來罵我 你知道嗎 我弟就說 我弟 然後說你幹嘛勘托我 我說沒有 我就一幾同學 然後我就這樣默默的 借我的朋友6萬 然後我老婆不知道 然後最後我老婆知道之後 我老婆大發年 他說我不知道我嫁給這種人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朋友 會這樣一天當我來給你借錢 那你都沒有考慮到 我們家以後會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我覺得這個婚姻 我們要暫停之類的 我說有 這麼嚴重 我說女生真的 他在乎的時候就很乎 因為他覺得這個不是小錢 6萬塊其實滿大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你怎麼沒有跟我討論 就把這些錢借住去了 然後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就一股火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知道那種男生 跟那種同袍之間 那種佔有那種感覺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很多那種小時候 那種點點滴滴的那種 很深刻畫面浮上腦門 然後我老婆這樣一講話 我覺得說 那時候真的很火你知道嗎 可是我也忍住 我也忍住 然後我老婆那個時候就說 好 沒關係 OK 你要借沒關係 那就每個月的零用錢 就扣5千塊 我本來每個月的零用錢 差不多3千塊 沒有啦 扣5百 扣5百 就3千塊再扣5百 就2千5就好 OK 然後他就幫我 他就幫我存存這樣 2千5 對啊 我的錢包是 可以了啦 我的錢包是隨時 只有3千塊而已 就是3千塊多退少補這樣 好險喔 對啊 很慘 所以我現在錢 全部給我老婆管了 這樣也好 就不會有朋友 在跟你借錢 可是我現在有點不太敢借了 因為借了以後 我就少了一個朋友了 應該還好 還好 到現在還沒還好 對 就還沒有 所以你會 就不好意思要有沒有 要也不對 你不要也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老婆 當初講的是對 他說 我說 你可以無限請你老 請你朋友吃飯 可是你不要給你朋友錢 是這樣 對 志遠說呢 我們兩個基本上是 都沒有在記帳的 感覺得出來 對 沒有在記帳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但是直到就是開店 直到那個錢 做生意了 怎麼一筆出去很多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必須要省這樣子 我也跟我老婆講說要省 有一次我老婆 就是要參加一個活動 一個派對 然後她跟我講說 爸爸你去那個櫃子 衣櫃裡面去拿一雙高跟鞋 衣櫃裡面拿高跟鞋 鞋子不就放鞋櫃嗎 我覺得怪怪的不對 你怎麼會叫我去衣櫃裡面拿 我就好好幫你拿 你在哪裡什麼路 你傳給我 我就去拿 好時不時他很笨 不聰明 我一看 這什麼鞋子 怎麼裡面鞋五萬多塊 標籤在哪裡 五萬多塊 我說什麼東西五萬多塊 我就想說我也滿火的 我直接想說 先把他送過去再說 之後再跟他講這樣子 我就送給他 拿過去給他說 我說這什麼鞋子 為什麼買五萬多塊 那五萬多塊 為什麼不跟我講這樣子 他說沒有啦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張衛妹有穿過的 然後張衛妹出來了 張衛妹有穿過 然後這什麼限量版的這樣子 我說你在那邊狗屁不通 怎麼看有這個 我買一雙鞋子 籃球鞋 然後我買回來之後 那種JODAN的有沒有 你知道嗎 JODAN 限量的有沒有 我買那個鞋子回來的時候 他說 還要被他嗆 還要被他嗆 好合理 JODAN也有出棒球 對 他有出棒球 他說我是買籃球鞋 然後我說 我說 你真的是太惡靈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說你買這五萬多塊的 我說 你女秀琴跟張衛妹 哪有得比這樣子 火大了 跟我嗆起來了 然後吵起來 他唱歌也滿好聽 他唱歌滿好聽 但是等級不同 但是他現在變成 南港周子瑜 可以了 馬上千戰一下 隔一天我跟他講說 媽媽 我還是火氣很大 我說五百塊 我要出門了 五百塊 拿什麼五百塊 你們男人有錢就做怪 我說五百塊 你做什麼怪 我都一天的吃飯錢 他死都不給我這樣子 真的喔 對 他就有點火這樣子 他自己買五萬多的鞋 五百五萬都不給你 然後最後 他其實說實在 已經建設當上去 然後之後 他就 我去工作了 去上班之後 他就傳個簡訊 爸爸 沒有啦 不好意思 要不然你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話 我們錢要控制住的話 如果你覺得 這個鞋子不常穿的話 那我試著 我去看有沒有買 這樣要買 我就賣給他 毛跟鞋可以這樣嗎 二手 對 二手 他應該是名牌二手 他說至少會有錢回來這樣子 紅底鞋 對 他就跟我道歉這樣子 總是會跟我道歉吧 你看 五百塊你跟我計較 五萬塊我都沒跟你計較了 對啊 不以為 女生尤其會更小對不起 對 因為我男朋友是大我八歲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我什麼都不懂 他要教我 尤其是花錢這方面 但因為我男朋友 他身性比較節儉一點 他就會覺得說 他很不能接受是 我很愛做小黃 可是我這個人是 不買衣服 不買包包 我只是比較懶 我就喜歡做小黃 但是我必須承認 我小黃的程度 不是那種一兩百塊 就可能八九百 我也在做 你要做去哪裡啊 你從哪裡做到哪裡啊 就是可能... 沒有... 就是我 音哥坐到西門町 就差不多八百多了 音哥坐到西門町 差不多... 對 他們真的要八百多 這很遠耶 可是我懶 我就是坐 然後但是他不喜歡我坐 所以我就用騙的 有一次他就說 你今天怎麼出門的 我說沒有 我坐公車啊 他說你再講一次 我坐公車啊 他說我已經看到你的那個 車隊APP的乘車紀錄 你今天就是有轎車 我覺得當下我就很緊張 我說好 對不起啊 我今天坐了小黃這樣 然後他又說坐多少錢 我說坐八百多塊而已啊 然後他就很生氣 不跟我講話 他從來沒有對我這麼生氣喔 結果那一天我想說 我要怎麼道歉 後來我一整個禮拜 我坐公車 每天早上坐公車 我都會拍照 然後就會錄影片 坐公車好好玩喔 超喜歡坐公車的 假裝親密 對 假親密 每天就這樣傳給他 後來就是 後來我就答應他說 好啦 以後250塊以下的計程車 我才搭 那一個月只搭一次 然後他就會 就有原料 那差很多耶 八九半還硬 對啊 應該多帶幾套衣服出門 然後搭一次公車 換三套 拍三次這樣存下來 所以我在家裡最常看 就是我爸媽 是為了坐家式吵架 就是可能我爸吃完飯 然後他可能不隨手洗 或是不隨手擦個桌子 疊在那邊 對 就放在那裡 然後可能就 翹腳連水手在那邊看電視 公園 家務是不錯 然後我媽就會不爽 她就說 你為什麼吃完 你也不順手擦一下 你拿個衛生紙這樣擦一下也好 但我爸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就是看電視這樣 很常為了這種家務小事吵架 家務是會吵架 像我老公其實 外國人其實他自己 還是偶爾會坐 但我們就會分工 那一陣子就是 因為我就會一直說 輪到我坐 可是那陣子我剛好都 然後又外務很多 就朋友一直找我 然後我晚上就會出去 他就幫我帶小孩 又要洗碗 對 然後又要打掃這樣子 然後好死不死 那陣子家裡就有點亂這樣 然後我又要出去玩 結果就玩好死不死那天 又玩到大概五六點 對 跟朋友淩晨五六點 多喝了 多喝了幾杯 清晨 清晨 然後好死不死 我在計程車裡面就睡著了 很危險 因為他知道我在我住哪 他就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司機又不好意思叫我 所以他就去 就跟妳一起睡 那個叫點心 去車旅館 再秘一下 他就去跟我們管理員講說 麻煩你去叫他的先生 因為他知道我是誰 請他下來帶他 他是很好心 可是殊不知我好像已經睡著了 然後他整個被吵醒 非常生氣 然後到我才看到我整個躺在那個 炸爛醉 這一定會的 這一定會的 對 一個生氣 最電氣的 對 然後我就回家之後 因為我就睡 睡 昏睡 第二天醒來 我這兩個小孩不見了 我的兒子也不見了 我的女兒也不見了 然後我老公也都不見了 我想說天啊 我死定了 我老公把小孩都帶走 還是夢中夢 真的氣到 對 他這應該是氣到 夢中夢了 這永遠醒不來的夢 以為自己醒來 有一種咬電話 沒有 好不好 就很緊張一直打電話 我老公都不接電話 氣你了 然後那時候就其實很緊張 因為他又不跟我講話的時候 更害怕 所以我就開始 從家裡就開始打掃 我就開始把廚房 那個杯子擦乾淨淨的 地板刷得乾淨淨的 等他們回來這樣子 要迎接他 對 等到下午 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是帶了兩個小孩去海邊玩 我說你帶兩個小孩去海邊玩 你為什麼不等我這樣 不叫我 他說你睡成這樣 而且晚上你這麼早回來 我哪好意思叫你 虧 對 他就開始在責怪我這樣 我就說對不起 可是怎麼講 他也不想跟我講 他也不理我 就掛我電話 所以我就開始打掃 結果一回來 他一打開門 我們家地板亮晶晶的 可以照鏡子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跪在地板 地板上面這樣子 比照那個大熊寶殿 對 然後就這樣擦 擦地板 對 然後他整個看到我 我就想說 後來我有看到他的 臉上的那個怒意有點 就是比較消一點這樣 後來就慢慢跟我講話這樣子 家務做 你也知道家務是 通常大部分應該都是 我在做比較多 但是我秀琴是可能比較忙 我是覺得 我在做我都倒覺得無所謂 其實在家裡 我比較習慣就是整理好 然後回到家就是乾乾淨淨的 秀琴他不一樣 他喜歡就是回來的時候 他累了 他就東西不管是衣服 先睡再說 對 先躺下來 衣服都疊著 疊著 新的衣服出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又疊著 疊著疊著 然後都是我在整理的 比較多一點 但他也是有整理 他是到了一段時間 他會一次整理這樣子 有一次我會覺得說 後揚頭還好亂 該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 你去整理一下好了 因為怕衣服都曬不好了 因為太高了 我就把他所有的 後面還有很多鞋子 他很多鞋子就對了 然後我把他這鞋子 我想說這鞋子都很久了 半年 一年都沒看到他穿過 我想說他整理 剛剛我朋友跟我講說 有沒有鞋子要捐贈 要丟到非洲去什麼要捐贈 我說OK 我去整理一下 我就把我老婆十幾雙鞋子 整理好了 所以有些都看要破掉 或是要氧化這種的 我想說乾脆給他整理好 擦一擦 然後放在袋子裡面 然後就捐出去這樣子 回來的時候 他有一次就要找一雙白色的鞋子 我說爸爸你有沒有看到 在後仰台白色的鞋子 白色的鞋子 我那天就是 剛好我那朋友說要捐給非洲的 我就把它捐出去 他就火大 這個是有紀念性的鞋子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我說你放半年一年沒有穿 你都有新的鞋子進來了 你應該會穿新的才對 他說紀念性的 你應該要貼個有紀念性的 對不對 他就貼個紀念性的 對 他貼個紀念性的 寫個記號什麼 對啊 寫個記號說 這不能給 這不能丟怎麼樣 這樣子好我就可以不動這樣子 因為放太久了 我說我幫你做公益做善事 然後你一直這樣子罵 我罵到我女兒就說 媽 不要這樣 爸爸他幫你做善事做公益 你還要念什麼念這樣子 然後他受不了 一直念 我就跟他講說媽媽這樣好了 你不要那麼神奇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 我們出去逛個街好不好 這樣好了 那你那雙白色鞋子 我想應該就沒有了 我們再去找一雙新的 那這次我就 不要說買回來 去看你喜歡的 但我跟你講買一送一 我再送你一雙鞋子好了 對 我跟他這樣講 我說再送你一雙鞋子就兩雙 立刻氣消 馬上消 對 招數的 要招數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日子才會好過 因為我覺得 真的 結婚重要是過日子 對 我還有一個正大的重點 只要用錢解決事情 就是沒事 都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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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我跟我老婆最近 最近最近炒一次非常嚴重 是應該是我們這輩子炒最嚴重 該如何平息老婆怒火 陳志遠住下大錯 其實在結婚前他有講過說 不管怎麼樣你去哪裡 不管是去夜店 甚至你什麼可能沒有辦法 應手去酒店什麼 你只要接電話 我都沒有事情 我都覺得OK 那是安全的 對 那一天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是被人家扶著回去這樣子 然後對 然後到隔一天 他起來第一眼 我怎麼在我前面 他是怎麼站 他怎麼站 我跟我老婆最近 最近最近 炒一次非常嚴重的事 應該是我們這輩子炒最嚴重 因為我的女兒會咬手帕 會咬手帕 那你知道全職媽媽 帶小孩非常累 那像我外景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我就會說 那你去放風一天 那我來顧妹妹 那你知道嗎 因為我女兒現在已經兩歲半了 但是她到現在晚上睡覺 還有睡覺前她都要咬手帕 那我去詢問過醫生 醫生說其實咬手帕 其實是她口腔其實沒有安全感 可是我老婆一直覺得說 這個咬手帕 咬久了會對牙齒不好 所以我老婆是非常的 要天蠍座 她是那種非常終極的那種手段 就是一馬就是咬 二就是砰 就完全不咬 連碰都不碰 連看都不給她看 所以那個時候 我老婆會放風的時候 我就陪著妹妹一整天 然後妹妹要睡覺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想說 我就讓她咬著手帕 睡著以後再拿掉 因為至少她可以好好睡午覺 晚上才能好好睡 然後我老婆回來之後 我女兒要睡的時候 我女兒就不睡了 為什麼 因為她又要咬手帕 因為我讓她咬手帕 她知道下午可以咬 晚上就要咬了 然後她就哭... 哭了兩個小時 9點進去哄哄 然後12點都不睡 然後我就去跟我老婆說 你就讓她咬一下 你就讓她咬完之後 咬完之後 睡著再把它拿出來就好 你不要讓她完全不咬 我說就算要戒菸 也沒有人這樣戒的 沒有說什麼 一次完全要慢慢戒這樣 但是我老婆就... 我老婆就說 那你下午是不是給她吃手帕 我說 對啊 我又給她吃手帕 我老婆大發飆 晚上12點的時候 我們家有一個很長的走廊 那走廊上面有些那種 就是香氛那些什麼 那個現象 她就整個拿起來這樣炸 我就說... 鴨人 對 她就鴨人 這麼生氣 因為你知道 因為她是24小時帶小孩的 我只是帶一天而已 她覺得我破壞了那個規矩 破壞了規矩 已經破壞到她的天條了 她就我們家那玻璃這樣炸 然後整個走廊 全部都是香氛 然後玻璃這樣 然後我是穿兩雙突然在那邊走 然後那時候我老婆就去哭哭 我說 她說孩子都不挺大 因為小孩子已經哭三個小時 她壓力也大 然後她又不睡 然後我又不聽她的話 地上的玻璃 地上全部都是玻璃 那時候已經晚上12點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兩個 已經氣頭上 然後我是都完全沒講話 然後我就說 好 那算了 那我來哄我女兒好了 那時候我老婆就門一關 就出去 晚上12點出門 她從來不成 我們實在十多年 她不成12點這樣子的負氣 走出門過 然後那時候我就抱著我女兒 你知道嗎 就在客廳裡面 看了那個灑落的玻璃 然後看我們女家的妝容 天啊 每一個地方都是我們這樣 這樣子愛的結晶這樣 然後我就抱我女兒這樣 邊哭這樣 邊抱我女兒 然後我就拿一條手帕 妳是覺得自己是在拍MV 還有一點 因為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說為什麼我們會把家 弄成這個樣子 那個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我就是沒有辦法 就還是拿那個手帕 讓我女兒吃 吃完以後她一睡著 因為哭三個小時已經夠累了 然後她一睡著 我就把那個手帕拿起來 我就把她抱到房間裡面去 走的那個破碎的那個家庭 那個整個都是碎玻璃 走到最後一間房間 就體驗那個妻離子散的感覺 真的有那種感覺 我還說十二點 抱我女兒放回去之後 走到客廳 好奇心使然 也邀請了 到底有什麼好奇 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家不知道怎麼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看著手機 我老婆也沒有穿短訊來 聽清楚很硬 她也沒有傳短訊來 我眼淚一直在狂流 然後最後我就傳短訊給她 先傳符號給她 我說你在哪裡 她還是沒回 然後我就打了一段文字 我就說 我說我們家應該是要很溫暖的 不要因為小孩 破壞整個家裡的和諧 小朋友只是我們人生中的 一段路 不是我們永遠的路 我說最後還是我們兩個 會在一起 OK 講完以後 再過20分鐘 我老婆就開門走進來 她眼淚就哭了 就這樣流下來 兩個抱在一起哭 我們兩個就擁抱就哭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拿著那個掃把 慢慢掃就掃 掃的那個破碎玻璃這樣 邊掃邊哭這樣 哭 你也一直哭 哭 那時候真的很痛苦 很難過 你老婆得產後猶豫還是猶豫 沒有啦 我帶小孩那個壓力真的是 哭 她也因為這個事情 把她這個壓力給熏洩出來 老婆或媽媽哭是OK 老公跟著 那個時候真的 我身為一個男人 我會覺得說 我怎麼弄無能包倫女人弄得怎麼樣 沒有啦 真的會這樣 然後你知道嗎 可是有一個好處就是 那個香唇打翻之後 我們家到現在都好香 人家到現在都好香 會過香嗎 會滲入地板的感覺 吵架不要怕 但是吵架先低頭人 其實她其實是更珍惜這個 對 對 好喝不吃眼前虧 對 重點是日子過好就好了 沒錯 真的 像我們現在很多女生 都已經在外面工作 像米娜 不來了她們 我們在外面工作一整天很累 難免就是工作上有不如意 或是不開心的事情 會不小心不小心 把壞情緒帶回家 對 然後帶回家就會 不小心不小心的 發洩在另外一班身上 沒錯 都是不小心 因為在外面就是 還是要有一個儀態 然後最後可能就是 老公或男朋友倒霉 比較衰 是吧 之緣 對 我就是 曾經還在比賽的時期 然後我們那時候出去到 外地去南部比賽 中間的時候就是有休息時間 就一天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她都禮拜一放假 對 她禮拜一放假 可是隔一天有賽事 但是不會再這樣 周車勞頓累 籃球灣棒球的 就禮拜一放 對 對 然後就是 我們就是中間她想說 幾個好友 然後南部朋友 來吃個飯好了 但我們去設了一個地方 地點它是個地下室 然後會受不到訊號 對 其實說實在 全員聚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都很歡樂 很開心 然後喝 隔一天就休假了 就覺得說 就放鬆一點這樣子 然後就喝了幾杯 然後喝多了 然後最後就是 我老婆打電話給我 那我喝多了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 我都沒有接到電話這樣子 然後她就覺得 因為我們其實在結婚前 她有講過說 不管怎麼樣你去哪裡 不管是去夜店 甚至你可能沒有辦法 應酬去酒店什麼 你只要接電話 我都沒有事情 我都覺得OK 那是安全的 對 那一天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 是被人家扶著回去這樣子 然後 對 然後到隔一天 嚇死了 起來第一眼 我老婆怎麼在我前面 她是怎麼站 她是怎麼站 她是怎麼站的 她就站很久了 你說這樣嗎 對 就這樣盯著你 你怎麼那麼像秀穎姐 有嗎 有嗎 你知道我以前是鬼人 我在床上睡覺的時候 前面這樣站 很可怕 然後站起來 而且以為她懸空 可是突然間覺得自己很痛 然後她穿著高跟鞋 五萬多塊那個 站在你身上 站在我身上 鞋跟人家貫穿 以為是昨天踢到什麼東西 所以 你的高跟鞋好像 因為你信不出 你跟她進去 對 因為她實在是沒有辦法接 就是說 你不接電話這樣 可是我說我真的是醉了 然後她就太開心了 然後我說那怎麼辦 我們今天等於就是 我們是下午要練球了 對 她還是有個練球的 那個時段這樣 那怎麼辦 然後她 我就說你在家裡 你在飯店等我這樣子 她死都不到飯店等我 她一直要跟我到球場去 我不行 大家上次 我想說 要不然我們先到球場去好了 然後我就先安撫她情緒 我建設先坐到球場去這樣子 然後等到其他的球員再來這樣子 然後我在球場再跟她 安撫很多 我說媽媽 我真的是醉 要不然你不相信的話 我怎麼做呢這樣子 她說好啊 如果你要我相信你的話 要不然你到前面那個投手板 跪下來跟我道歉 所以投手的球場 對 我就 跪下來 男生也 男生也 男生也有人嗎 學弟又先到要整理球場 這個有點太丟臉了 很硬 那怎麼辦 我走過去她說好硬 如果我沒有跟她道歉 她不會離開 等一下所有的人都到了這個班 不行 我想說不行 我要先把這個事情解決 我就慢慢的走到球場的投手板上面 這樣子 人家在想什麼 那個南野西夏有黃金 那個時候不要講黃金了 沒跪就沒黃金了 我就直接跪下來 我就跟她說 媽媽 我發誓 我以後不會再不接妳電話 如果我不接電話 我就天打雷劈 這樣子 然後會 什麼燙燙的 你知道好 陌生那時候 竟然是美與季節 沒有 美與季 然後學弟在旁邊 讓我抽出來就覺得 學長 你烏鴉嘴 對啊 沒有啦 對啊 要練球 我們下雨 這樣子待會兒要整 看 沒有 我講了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很丟臉 我說學弟在那邊怎麼辦 我要怎麼 因為其實說在隊友或者學長 現在都還沒到 怎麼辦 有幾個練習生看到了 對啊 我下雨就說 晚上吃飯 晚上吃飯這樣子 我老婆就回去了 我就跟她說 趕快吃飯 我跟你講 學長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種警惕 也是給你們一個示範 這個是好的示範 這不是撈走 如果你不這樣子 學長 我們沒有這樣講 學長 你幹嘛解釋 我們剛剛以為你在綁鞋帶 你怎麼講 我就什麼都沒看到 反正我就不管他怎麼綁鞋帶 只是看前面 手背到後面被要綁 我就跟她講說 這是一個真男人的行為 我說這個真男人的行為 我說這樣子的話 喝一下... 我跟你講這不是鬧腫 我跟你講 你看到這些行為對不對 以後要記起來 記起來 絕對不是 老婆講的話一定要聽清楚 不能不接對 你要用這一套堵住他們的嘴 他們的嘴就對了 需要你這套 我也會回去跟別人講的 那時候把老婆這樣哄回去 到北部的時候 還要再請這些學弟 要把他嘴巴封起來 又花了一筆錢 持續不得了 對啊 我老公的工作是那種朝九晚五 所以他一開始非常不了解 我的工作是常會延遲 或者是 娛樂這行難免 對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正確的時間我會結束我的工作 那時候就在錄專輯 然後他剛好下班 那次然後我就說 我差不多10分鐘就可以結束 因為剛好全部都錄完 在聽最後的那一部分的歌 結果我沒想到 我老公他就站到 我們公司的外面的 那個捷運站出口在這邊等 他說讓我再這邊等你 一起回家這樣子 沒想到我要出去的時候 那製作人就說 艾琪喂 那個建寧老師就說 我覺得這製作人 他走了我以為是那個 建什麼老師 建寧老師 對 你的劍很重音 對 然後我就說 艾琪你看我跟講 這句我覺得你還可以唱得更好 然後他就說 而且我說老師不要... 我老公在外面等我了 他說沒關係... 我跟你講你明天回來再唱 聲音就不一樣了 他說我一定要今天 把這個動作做好 對 然後我說可是... 他說不要... 你要不要堅持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老公在外面 他說沒關係 你很快 你馬上就是錄完就出去了 你老公不會怎麼樣 他就把我推到錄音室裡面去 然後就開始錄 那錄音室裡面其實 就手機到外面是不能接電話的 對... 我老公就開始打電話 就一進去就是快一個小時 因為你不可能 十分鐘就錄完吧 老師就一下子要這個一下 那個製作人 就會有很多的想法 他就一定要 你又出不去打電話 他就說你不能走這樣子 我想說一出來我電話 然後他被打爆了 二三十通的那個 因為他可能在上面 沒有 他就在等你 他就是在外面等我 結果想說死定了 結果我一走出去 就看到有一個人 一個老外正在捷運站 臭臉 臭 臭 好 躲起來 躲起來了啦 然後他就 郭彥均誤上賊船 該如何和老婆大人解釋 像我朋友有沒有 我覺得玉琳哥 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怎麼說呢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 去換鋼車 他說彥均 我跟你講你那裡車 我真的不配你的身分 我跟你講不然的話 我跟你講我現在換這副 我換這副 我原來這副賣你 舊的度給你 我說我為什麼要賣 但是我多少人想用我的鋼圈 我說好 那我給你買 我想說有型價它會便宜 我說好 這麼貴 他就是在外面等我 結果想說死定了 結果一走出去 就看到有一個人 一個老外正在捷運站 臭臉 很臭 這是劍米模式 打他鼓子 躲起來 躲起來了 然後他就完全不理我 他說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我等你多久了 我說差不多快一個小時 他說你還敢講 我說因為 我說不是因為我 我故意遲到 是因為老師在裡面 因為我要錄音 可是因為我們跟他講這些細節 他根本不懂 對不對 因為老師叫我回去 那你為什麼不打電話 那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那很多問題 然後我就 兩個人就在捷運站 開始要吵起來了 但我後來想一想 算了 其實也是我的錯 他一個人已經站在那邊 一個小時了 所以後來那天週末 我就趕快訂了一個 他很喜歡的餐廳 然後我非常早 比他還要早到 我就說你我在裡面等你了 這樣子 然後讓他 我就等了大概快半個鐘頭 我說其實我很早就來了這樣子 那請他吃飯 然後他就覺得 這樣子我好像有 跟他道歉 對 剛剛艾琪姐講那個包包 是因為朋友有困難 所以他買了 對 朋友或是家人也很常 是兩個人相處之間 會吵架的一個原因 對 菲莉姐會嗎 我曾經有一次 讓我滿為難的是 我老公那時候 我兒子四歲生日 然後我們特別在 沒有那個 舊金山迪士尼 包了飯店 然後我公公婆婆 還有我小 洛杉基的迪士尼 對 那邊的迪士尼 然後我公婆 還有小叔 特別就是很重視 因為就這麼一個孫子 那我們就開派對 去的時候是 從我老公開 從拉斯貝加開到那個LA 是全家人一起坐那個車子 就回來的時候 我小叔就說 那個我來開好了 那你休息 那我老公那時候還沒有 GPS 對 後來他就說他們用地圖 我老公就告訴他弟弟要怎麼走 結果他弟弟可能認為說 他哥那條路並不怎麼樣 他就照他自己的走 結果這時候我老公發現 他沒有照他指示的那個 因為我老公在公司當官的主管 他喜歡人家都聽他的 後來他就不爽了 就直接跟他弟弟講 為什麼你不尊重我 我看地圖這麼辛苦 然後你為什麼要走這條 然後弟弟說 我覺得這條OK 兩個人就在車上吵起來了 這時候 因為我婆婆一年才看到 這兩兄弟一次 然後我們回去也是為了 要讓我婆婆開心 公公開心 然後我老公就很不識大體 就那邊吵 吵的就氣氛就變得很差 因為開車大概要三四個小時才到 中間我們訂了一個餐廳要吃飯 結果到了那個餐廳以後 我小叔不跟我老公講話 我婆婆不願意下車在車上哭 我公公就弄得 小孩子就也很尷尬 然後我看我婆婆哭 我就心裡很難過 因為我自己也有小孩 而且又在洛杉磯那種地方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用中 因為我也不會贏 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說你這樣開心嗎 這麼綠豆大的事情 因為我比他大比較懂事 我就說你跟你弟弟這樣爭 兩個人有意義嗎 你贏你弟弟贏又怎麼樣呢 他不知道你的路 只要能回家就好 我說你回頭看看 你看你媽在車上哭 你開心嗎 你很孝順 我說去跟你媽道歉 他說我不要 我又沒有錯 我為什麼要跟我媽 我媽不下車 我說你再講一遍 我說你兒子現在在看 我說你跟我去跟你媽道歉 後來我就拉著我老公的手 我說你可以不要跟你弟弟道歉 但是你媽媽今天在哭了 就是不對 你第一次答你老公是嗎 沒有那麼報應 我覺得你老公好像說 好像有這樣的行為 你跟我去道歉 跟你媽媽道歉 因為 你過來 你好像是她的姐姐 因為不是她的姐姐 我才直接被打耳光了 這問題是整個 我愛聽你媽答你 整個還不還 因為整個家的氣氛 只有我能夠 對啊 那後來這個時候 我就把她拉過來 我說媽妳對不起 我說Sam 然後我說Say Sorry Sam 她的意思是說她不餓 後來我說媽媽 我說I look at you 在看 I heart very 我也不知道難過怎麼講 我說媽媽 say very sorry 這樣 後來我婆婆就願意下來吃飯 但是我就跟她講說 你不要再講任何一句話 後來我就吃飯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她弟弟講說酷 然後就夾菜給她 跟她弟弟講說這個好吃這個 然後我就中間打圓場 後來我婆婆回到家以後 就跟我講說 知道我是一個好女孩 她說她看到她兒子變化很多 因為她以前的兒子 我老公跟她媽媽常常很衝 好像會讓她媽媽很生氣 可是她娶到一個好的老婆以後 她居然會來跟她說對不起 她就說 我說沒有 這應該的 我婆婆說她平常也是這樣對你 我說Yes 但是我婆婆 但是我婆婆說我很厲害 她還可以治得了她 對 有些人治不了她 而且婆媳關係一下子知道 好轉 好起來 像姐妹了 我不會就願意把我老公交給我 像我比較就常常應酬 就是我老婆很不喜歡我應酬這樣子 我出去應酬的時候 就會喝酒 喝了酒的時候回去的時候 可能隔一天不舒服 她跟她說那也不舒服 有沒有止痛藥 或者吃什麼東西 她說你幹嘛要去應酬 那麼累幹嘛 要喝酒喝你這樣子 身體又不好 然後我也沒辦法 因為她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她做醫美的 然後她說有一個案子 我想說找一些你老婆 或者是藝人看有沒有合作的機會 我說好 那我們去聊一聊這樣子 出去了 那時候還滿常出去的 然後去 有一次去的時候她就帶了很多就是 你知道她醫美她就很帥 然後身邊就是 不乏就是五六個妹 護士 我不知道是護士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她朋友 都很漂亮 都很正這樣子 就在那一次 然後我們就結束之後 然後就拍照 然後拍照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這邊歌手要跟你拍照 我已經看你 從小看你打球 就是多老 從小看你打球 有可能 我會講說 好啦 都可以 他們很開心 這樣就看到我這樣 我也覺得OK 然後就靠很近這樣子 有的就是靠著這樣子 然後拍照 對 然後拍照 然後就是 朋友就是 共同朋友還是怎麼樣 就是PO在臉書上面看到了 我老婆就說 去哪裡 沒有 就剛好跟那個誰 就是我那個朋友 醫美那個 跟我說有沒有機會合作 要找人一起 那個就是 看醫美要怎麼做合作 我說 那為什麼有那麼多 女生要跟你這樣子 很多妞 很多妞 她都說 為什麼那麼多妹 沒有說女生那麼多妹 沒有啦 就她的工作的夥伴 同事之類的 他們就覺得 就是很喜歡我 然後我覺得 就跟我拍個照這樣子 為什麼要靠那麼近 我說沒有 他們要靠近我能辦法 問什麼辦法呢 她就跟我講說 這個朋友 我跟你講 以後就不要給我再聯絡 哇塞 哇塞 這是一個很好的嗆子 你不要爭取嗎這樣子 她說我不用 我不用靠這個醫美 她就沒有這樣講 她可能心理上是這樣講 你不需要這樣子 對不對 可以正常一點這樣子 然後之後 我就其實說實在的 我就很少有應酬了 那我也失去了 很多的好朋友 就變這樣 沒有辦法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高興 你老婆很愛你 對 如果她不愛你 她不會經歷 就是我就變相去想一下 對 因為我每次應酬 都是喝了很多的酒 然後造成自己身體很不舒服 體育班的 對 很猛 她算是神敗 人家用應酬有時候 你也不想要喝 但就喝一喝到早上 對 動不動就天亮 買早餐回去這樣子 但是這個我要幫簡哥說話 是 因為真的走在路上 就是粉絲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你 然後只要看到你 就說我要跟你拍照 她能摸就摸 妳會摸你嗎 是沒有到這樣摸 可是就是會 就抱你 摸你 說好喜歡你 我真的有遇到這樣子的 像我朋友有沒有 我覺得玉琳哥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怎麼說呢 你知道嗎 她這個人很愛車子 可是雖然她車開很慢 可是她車子的鋼圈換了很多個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她去換鋼圈 她說彥均 我跟你講你那裡的車子 我真的不騙你的身分 我跟你講不然的話 我跟你講我現在換這副 我換這副 我原來這副賣你了 舊的度給你 我說我為什麼要賣 我說我看我買 你為什麼要買 拜託多少人想用我的鋼圈 我說好 那我給你買 我想說有行價他會便宜 我說好 那就 好 那就四顆八萬 我說啊 這麼貴 四顆八萬 你已經 你六萬塊都快到家庭多面了 我說我沒有錢 他說沒關係 你就每個月五千五千還我 不錯 分期付款 對 我說可是我身上永遠只有三千 我沒有辦法還你五千 他說 那你就一千一千還好了 所以沒差 我說那我這樣還八年 他就在大案面說 彥均我跟你講 好啦 我沒有買生日禮物給你啦 好啦 你欠我的錢 我多五千給你啦 還不是說送你 我說多五千給你 這是我們原價扣五千 但我老婆不是不知道我換圈嗎 對 他在旁邊 他說出來 沒有 女生不知道 男生換鋼圈這種事 你不講他不會知道 對 真的不會知道 他一講說換五千 我老婆說什麼東西啊 我說沒有啊 就 你叫玉琳哥講 他說你不知道嗎 你不知道你不覺得 你彥均最近運氣大旺嗎 對 因為他就換了一個鋼圈 所以為他的鋼圈 花了八萬塊 所以他今天才有 今天這個成就 我說 天啊 我老婆說 所以你跟他買八萬鋼圈啊 我說沒有 我就分一付款 然後我老婆當場就沒事 可是我老婆一回來就跟我 就跟我發飆了 就跟我發飆了 然後我就跟玉琳哥說 怎麼辦 我沒有吵架了 都是你啊 你媽的烏鴉嘴 他把那個時候講什麼鋼圈的事 他說好吧 那不然我再群 那好啦 那我再群組表示一下好了 然後那個誰 就不用錢了 沒有 我老婆 玉琳哥很屌喔 他就叫群組說 聽說小豬妹妹在生氣 然後我說對啊 然後他說好啦 我在這邊宣布 彥均還親了 讓給你了 就真的 他就說還親了 他是講起來表面話吧 沒有 真的就不用還了 真的喔 不用當喔 不用當喔 我怕親你了 你說當下彥均就馬上截圖了 怕玉琳哥當地還 你知道嗎 那個群組 那群組我老婆 他也有在那個群組裡面 我老婆就說 我老婆就跟玉琳哥說 玉琳哥我不是在關注這個錢 我在關注彥均 為什麼不跟我講 但是因為我老婆覺得說 這樣欠人家也不好 所以就每次去他們家 就買一點餅乾 去送那女兒了 也好 買點禮物 我們也要給了 對... 他最近叫我換有方向盤 神狗 神怡靈 神怡靈 我不會換了 他在家破人亡 真的換了又比較假的 對啊 那你先講看看 我今天聽到很多 但唯一的我覺得誠實 還是聽到對 對 神經常那種要溝通 對 是從誠實去處罰 對 很重要 因為彼此都不想要 從別人的口中來得知 我們身邊另外一半 是 謝謝四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